大家好我是一球 山里是25K的促销卡包 依然是第二批次特殊卡 在卡包里啊 所以这个第二批次全挑选三选一 再次刷新了有效期是两周 可重复的需要限集一套86 还有就是年度回顾也刷新了 依然是在6月份7月份的任务 还有ISBC里做选择四选一 也是可重复的 每天可做一次有效期是7天 需要限集一套89 池子就是大家在画面中看到这些卡 总体来说池子还是挺大的吧 还有87架全球案四选一 再次刷新了 两票机也是14天可重复的 还有Kickstart的任务 这是第4次出了 比赛环境还是那个友谊赛 到了FIFA23奖励的是来自法国 巴西和西班牙国籍的 各三名闪进球员 今天还更新了一个任务 奖励的是来自AZ米兰的前锋 德卡特拉海勒 96总评比赛环境 依然RIVAL或者SQUAD BATTLE 四花五逆一切顺利的话 无偿比赛就可以搞定 另外还有两个全SBC 桑切斯这可能是bug 只在XBOX上更新了 暂时也没看到评测 98的一个前锋 成本在10多万 四花三逆 高高的心态 身体模型应该是他自己的 数据负责币上也不是很全 如果稍后看到评测的话 我会在评论区里留言简单的总结一下 库尔巴利是正常更新的 一个98的中位 已经转回到切尔西了 成本在17万 两花三逆187的身高 主意角右脚中高的心态 身体模型他自己的 奥哥大力投球的特技 速度95 控球85 防守98 身体也非常好 90 你塞尔巴尘说这张卡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仍然没有达到浮体娃内的水平 性价也还是不错的 而且切尔西的连线也挺香的 他的一些防守的动画站位也还是挺不错的 好了就是以上了 谢谢观看 我们下一节目见 拜拜